你好,Gigi 你好,Angela 謝謝你上我這個entrepreneur talk show 很感謝你的邀請 我想請你介紹一下你做什麼 好啊,其實我在香港做兒童教育的事比較多 我會入學校,我會去教班 我通常會教小學的多元訓練班 例如教他們一些記憶法 桌上遊戲 同時我在香港也是在一間NGO 做成長導師 幫助他們小六過度中一 這個轉變的時候,我們怎樣可以令他們適應一點呢 但是因為這個疫情 其實在一月的時候,很多事情就延遲了 還有很多事情就延遲了 直到現在九月,剛剛香港學校就慢慢復課 那我的工作就剛剛開始就比較多了 之前有一段時間可以說是停頓 因為你知道學校不開,我都沒有工作了 但是扣擺你不是做衣行的 是啊,我以前是做luxury retail 我已經做了十幾年了 我也有在LVMH的公司 以及Witchmore和Swatch Group 這三大中標luxury Group 就去做中標luxury Group 做訓練 還有做財政行的 嗯 是的,我在一百年,一百年的時候我休閒了 就開始現在做這個兒童的項目 一個很大的轉變 是啊,其實也是因為 也有一個過程 因為我一七年呢 我女兒出生了 我女兒現在三歲多 她叫Witness 她出生的時候 其實因為當時我也是 in charge Kong Kong 的 Macau 的 retail shop 我還要做 wholesale 訓練 在那段時間呢 公司又有些 project 又要去開店 接著又要做一些 renovation 然後又有三舖 那我經常要去澳門 那我一去澳門呢 我就是三天兩夜 四天三夜 那我那時候還是餵母魚的 那你想一下 我的女兒就跟我分離了 那一分離可能分離三天四天 那當時呢 我的鼻子也出現了一些狀況 那我開始 alert 我自己 那就是咦 我繼續這樣去做的時候 是否可以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去照顧我的小朋友呢 那很有趣地呢 就是在那段時間呢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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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直接這樣自己去想 就是我要怎樣去做呢 那其實那個引發點是些什麼呢 就是因為當時我有一天 我流鼻血了 我流了差不多二十分鐘 那我先生就說 你是不是還想著要上班呢 那我就 那我就 立刻去 我就沒有回 那天我就去了看鼻科的專科醫生 那專科醫生就說 要拿我一些鼻的組織去化驗 那他不是一來就可以給你一個報告 那就要等五天 那這五天呢 其實呢 我還有四天呢 我是要在澳門那裏做訓練的 當時的 那我就很害怕 每天就在那裏想 糟了 我女兒一歲都多一點 那我要怎樣做呢 那又很擔心 如果真的的話 那會怎樣呢 那四天呢 其實是很難去睡覺 那一做事呢 那就沒事的 因為很忙 那一做完又開始去想 那我就真的很認真去想 我的未來是要怎樣呢 那之後呢 就在那一段時間的 即是一百年的二月 我就遞了信 我就重申了 那其實我老闆是很短的 因為我在這間公司做了六年 那當時呢 其實我們瑞士的CEO呢 他還想我去負責中國的 那時候 那但是當時呢 我就有去跟他說 我就說 其實我也有另外一份工作的 那他很惡然 他以為我咦 咦 怎麼跳吵啊 我這份工作呢 是二十四小時的 而且呢 是一路都不會結束的 那是一個全時間媽媽來的 那他就理解到 那後來他接受了我的辭職 那他們都很好 寫了一份很漂亮的 resume 就是那個reference letter 給我 那之後呢 那我就說 新手媽媽 又什麼都不懂 啊 不如去找些東西讀吧 那然後我去讀了 一個play group 的訓練 那然後我又去 又想知道多些 在讀的過程裏面 那我又讀了一個 小孩的Depalma 那然後又讀 又想知道多些 那我又去讀了 after school care 的 tutor 的一些課程 嗯 那到現在其實我都還在學習著 我都在學習著 就是mindful parenting 那就一路希望學習這些東西 就是 除了可以用在我自己身上 亦都想做分享 因為caring is sharing 那如果我們可以多些分享 給一些 都是媽媽啦 或者新手的時候 遇到的困難 其實走的捷徑就會短很多 那所以我就 到現在的我了 嗯 那的話你都 怎樣都說 叫一個新手的business owner 哎呀呀 其實也是 我是新手的 哈哈哈哈 那你覺得 這條路走下來 是怎樣的一個感覺呢? 其實啊 其實我覺得 真的要堅持的 因為身邊有很多 冷水潑你 就是會 會說 你以前做 都叫做management 那為什麼你不回去呢? 你知道luxury 其實都很賺錢的 那時候還沒遇到covid 那就更加是 真的是很風光的 的時代來的 在香港的retail 那其實是因為去年 香港的社會事件 和現在的covid 那它才下降得很厲害 那 我自己 都有的 都有這樣的 寫稿 就是 是不是應該回去 因為回去其實很容易的 就是 做回老本行 所有事情都很熟 那我做標 我又做了十幾年 那所有不同的品牌 其實你問我 我都可以很專業地分析給你聽 你已經手標的東西 那但是自己又會覺得 我就在那裡想 我的初心是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也很想 讀多一次幼稚園 我也很想讀多一次小學 陪伴著我的女兒 那我覺得 當我的女兒可能去到中學 那我想我就會回去自己的 career 就是 很忙啊 很忙啊 去做自己的工作 但是現在呢 我就很享受的是 我可以取捨自己的工作 就是這個 freelance job 我接不接呢? 或者這幾天是要做哪些事情的 我可以安排 原來我知道我女兒 要去學校的親子活動 那我這個星期我不接工作了 但是如果你花一份工作 其實 應該除了拿大假 或者你召職之外 你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 一直堅持 堅持著自己 還有 我會經常問自己的初心 就是初心是什麼呢? 為什麼我那天要遞了這封辭息信呢? 其實因為我鼻子的健康 因為其實之後呢 在18年4月我遞了信之後呢 那我是用了半年時間去醫治我的鼻子的 我看中醫 那我天天很勤力吃藥 那其實中醫就說呢 那腋肉已經變了很小 那原來呢 它是因為壓力而形成的我的腋肉 那一直觸摸到現在 其實都沒有試鋼的 是去到早前 早前因為可能也是很忙很 stress 那鼻子又好像有些情況 它就好像一個 計時器或者一個警告 去提醒你 喂 你又要去警告你自己 你要放慢你自己 那樣 所以我覺得 剛剛你的問題問得很好 就是 要堅持 還有如果有朋友或者伴侶 甚至乎家人一盆冷水 一盆冷水 去你那裡的時候呢 你不要覺得冷 你要覺得很舒服 其實就是這樣的 就是正常的 那我要怎樣轉化這些冷水 去慢慢 你想想 一盆冷的水給了你 其實如果你有溫暖 你的人是熱的話 它不會很冷的 它很快就會變得冷的 它就會變成正常的 我想要在這個狀態裡面 你那團火要在那裡 是啊 你要真的時常去模仿自己 還有 我也有低落的時候 就是會覺得 我都努力了很多 那為什麼可能都 不是說 那麼多人去上我的班 甚至乎 我有一個很痛的時候 有人上我的班 但是因為社會事件 我的地點不可以開 因為那時候很危險 是 那因為我就給了一個租 就是在那裡了 那其實 我不可以不開 如果我不開 我簡直是什麼都沒有 那我就問了 我想來上我的班的朋友 或者學生 我就問他們 我給他們選擇 就是你可以選的 我可以退錢給你 或者你可以來上我的班 沒有所謂的 那最後呢 其實是有四個人來 那我還很記得 是的 四個人 其中有一個的朋友 上完之後 他就問我 他說Gigi 其實你今天圍不到被 為什麼你還開的呢 我就說 我就分析給他們聽 我開的時候 我也很想你們來的時候 你們享受的 既然有人來 那反而我這個場地 其實我不可以再退 那我一不就沒有了 場地費 那我寧願這樣去做的時候 其實你們有一個得著 那我想這就是那個堅持 就是在這個疫情裡面 我們怎樣去令到自己有 這個要堅持的心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我今天學到幾樣東西 一是堅持 二要愛上一些冷水 是啊 哈哈哈哈 那這樣的話 就現在這個COVID這個事件 你有什麼提供給朋友呢 有些人可能這段時間 沒有了工作 或者沒有了收入 你有什麼提供給他們呢 其實我覺得要不要停下來 要分析 我都想分享 其實我一直都有上網上的訓練 那你知道 Points of You 會用很多 就算是COVID之前 他都會用Zoom 那直到我真的去做網上 其實都是COVID 因為有COVID 我才會做網上網上 我剛才有分享過 早一段時間 學校停了 我所有工作都停頓了 我有一個星期 我在問自己 我可以怎樣呢 我跟著下去 會是怎樣呢 那之後 我就鼓起勇氣 不如去看一下 我們怎樣做網上網上 不如就 去加入Zoom 的帳戶 反正它都不是很貴的 如果你是一百人以內的帳戶 那不如就試一下 我覺得也值得投資 那一開始就不懂 就是要駕駛東西 如何按照 那些群聊 那些事情 去參考別人 去參考一些專家 去參考一些訓練 看看他們怎樣做 那 那 覺得好的 我就會去使用 那我覺得 原來有些東西 其實可以又 用自己支持的風格 那 那 這樣放下去 那剛剛你的問題呢 其實我覺得就是 無論你是做什麼行業 你不要停下來 你停的話都是給自己一個休息 但是你要想一下接著要怎麼走 那可能我呢 因為都是做訓練啊 或者做一些文章 那我就將它變成線上 那如果譬如可能我知道 今天也會有其他不同的觀眾 他們不是做訓練的 可能他們做銷售 可能他們做其他不同的 一些業務的時候 其實都可能會有出路的 不過我們要想通我們自己 就是我們要先解釋我們自己 如果我們不解釋我們自己呢 其實別人給你很多 但是根本你自己都不想做 那你是不會做的 但是原來我在想 我覺得這件事可能是可以做的 或者我覺得很喜歡的 就是想一下自己喜歡做什麼 因為如果你喜歡做的事情 再相關於 其實可能會有些機會的時候 你就會很有動力的了 就是你就會很想做 因為這件事你喜歡 那將你喜歡的東西 再變成你的專長 那我覺得這件事 可以在COVID裡面 是磨練 和磨理我們將刀 因為我們將刀要怎樣 其實可能你比我還要 那我要怎樣 我要怎樣可以 或者合作呢 會不會有些合作的機會呢 大家互相一起去做一些 槓桿的效應 那我覺得都可以 在這段時間 一起去團結 和讓自己有一個突破的 謝謝你的分享 因為我很喜歡你說了幾句說話 Break-through 是很重要的了 opportunities 一定要把握那個機會 因為你自己 break-through 之後 都能看到一些點 你可以更加發揮 同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你說到是合作 是呀 因為我們身邊很多朋友 我們不是孤單的 還有其實我們身邊的朋友 可能都很需要我們的 因為大家都可能 面對著同樣的挑戰 那為什麼不一起去想 有什麼新的發展呢 今天謝謝你的分享 我希望你多一點 上來和我們分享 好的謝謝你 謝謝 拜拜 拜拜